这个男人快要疯了 因为他所乘坐的飞机 马上就会坠毁 他大声地喊叫道 飞机必须尽快返航 可根本没人相信这个疯子说的话 因为告诉他坠毁消息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手里的MP3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捡到一个录音机 可上面播报的内容 竟然是1015航班的诡异事件 这不正是自己乘坐的飞机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人赶紧找出一旁的耳机 准备听一听里面的内容 可随着MP3的播放 男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播报说空姐正在进行安全演示 男人抬头一看 果然 空姐正在操作着流程 然后播报内容说 机场外开始下起了暴雨 男人打开窗户板一看 果然外面已经倾盆大雨 故事和现实竟然在同步进行 紧接着 录音讲到在10点21分的时候 一只小鸟将会撞上发动机 男人吓得直接扔掉了录音机 他惊恐万分地看了一下时间 刚好是10点22分 和播报的时间大差不差 他赶紧跑到卫生间里 不断地安慰自己 这一切肯定都是巧合 回到座位后 他又叫来了空城人员 询问刚才飞机是否撞到了小鸟 可空城人员却一脸猛低 直接否定了男人 男人只好作罢 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 然而等空城走后 男人身后的乘客 却突然告诉他 当才确实发生了鸟泪撞击事件 但机组人员为了避免恐慌 是肯定不会告诉你的 乘客表示 自己曾经也是飞行员 这条航线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听完乘客的话 男人更加确信录音机的预言 他赶紧戴上耳机 想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 而接下来的内容 却直接把他吓尿 内容讲述到 飞机会在11点15分的时候消失 而且飞行员的最后一句话 是晚安纽约 此时距离11点15分 仅仅剩下不到半个小时 男人赶紧打开笔记本 根据录音的提示 详细地做着记录进行分析 他必须要阻止这场空难的发生 而就在他寻找原因的时候 他注意到两名阿拉伯人 此时正在玩着手机设备 男人立刻要求他们关掉手机 可两人却表示已经开了飞行模式 显然 空难的原因不是他们 随后他又从录音里了解到 这次的乘客中 有一名黑帮分子和空姐 于是男人怀疑到 空难肯定和黑帮分子有关 于是他开始挨个寻找 最终 他把目标放在了 前方的两名大汉身上 男人悄悄地走了过去 小心地翻找着他们的背包 不过他并没有发现什么 随后他又准备打开上方的行李舱 可不料 行李箱却直接砸到大汉身上 大汉站起身来 质问着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很快在机舱内 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经过空城人员的解释 大汉并不是什么黑帮分子 只是一名运动员而已 最终经过飞行员的调节 才制止了这场纠纷 不过男人做的一切 却全部被所有乘客拍下 并且发布到了网上 而这时 录音机里也提到了他的名字 随后竟然有了他们争吵的声音 这让男人万分确信 飞机会马上坠毁的消息 他立马找到机长 表示飞机一会儿就会坠毁 让机长赶紧想想办法 可机长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 还认为男人是个精神病 男人本想辩解 可这时 他却被一旁的黑妹直接控制 原来飞机上真的有个空警 男人将自己录音机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黑妹 而听完男人的讲述 黑妹也察觉到了事有蹊跷 于是他断定 男人肯定就是个精神病 这下可是真完了 但就在男人心灰意冷之时 之前那个飞行员 却突然坐到男人的旁边 他表示 自己相信男人说的一切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 不过飞行员却告诉男人 机舱的门外 还有着一道密码锁 没有密码根本进不去 男人看着手中的录音机 他想到了今天离奇的一切 航班号是1015 飞机起飞时间10点15分 今天的日期也是10月15号 于是男人不假思索地告诉飞行员 密码肯定是1015号码 于是计划开始实施 飞行员直接走到机舱的门口 他小心地按着1015的密码 果然 密码正确 飞行员直接走进了机舱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 杰克怎么也不会想到 只见飞行员直接砸晕了机掌 然后他又降低了机舱内的气压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机组人员试图打开舱门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 而飞行员则在最后说了一句 晚安纽约 此时 男人终于意识到 原来这发生的一切 竟然都是因为自己 而飞机也和录音的预言一样 在这次事件中彻底坠火 可是没想到 男人却大难不死 醒来后的他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录音机 而播报的内容 却让他非常诧异 因为录音机里提到 所有乘客会在半年后全部得救 可是却唯独有一名记者 至今下落不明 而那个记者就是他自己 就在男人疑惑的时候 他的身前突然走来一名男孩 随之而来的是机舱内的全部人员 他们一致认为这次空难的原因 是因为男人导致 而这也是幸存者中 为什么唯独没有他的原因